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这一集继续来讲四款樱花勾枝合集的第二集 双层樱花和圆形花瓣樱花的勾枝 用到的材料依然是叔叔姐家的四股牛奶棉 以及2.5毫米的勾针 首先是双层樱花的勾枝 环形起针 左手绕线 右手持勾针 带出线圈 再勾一个起立针 这一针不算针数 接着我们在线圈内勾五个短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四 五 好五个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要来跟第一针做一个引拔连接 先把线圈拉紧 接着 勾针穿过第一针的这个针目 穿针过去 带线出来同时勾过勾针上的线圈 完成引拔 接着再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每一个针目都是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同一个针目内勾两个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那这一圈勾完之后一共是十个短针 接着我们做头尾的引拔 我们在这里引拔的时候呢 是穿过V字形针目的前半针 我们一个V字形针目是有前半针和后半针 但是我们第一圈的花瓣是 只挑起前半针 勾出花瓣的线 然后把黄色的线给它拉紧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一层花瓣 勾三个起立针 也就是三个锁针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面 来勾一个长针 同样就是我们第一圈花瓣 都是要挑起这个V字形针目的前半针 就是只有一个线圈 好我们勾一个长针 好接着 再勾三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这个前半针这里来做引拔 这样就完成了第一个花瓣的勾枝 接着我们再勾一个花瓣 先勾三个起立针 接着我们在第二针的前半针 就是V字形针目靠近我们的这半边针 就是前半针 好 挑起前半针 带线出来 勾长针 好长针勾完之后再勾三个锁针 接着在同一个这个前半针做引拔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个花瓣的勾枝 每一个前半针都勾一个花瓣 第一层的花瓣勾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断线 然后给它做断线引拔 把线头藏在背面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勾第二层的花瓣 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织片上面 还是有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线圈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V字形针目的后半针 第一圈我们挑起前半针 所以第二圈我们都挑这个后半针来勾制一圈 好我们在这边勾出粉色的这个线 接着勾四个锁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四个锁针勾完之后呢 勾针绕线两圈 接着还是在同一个线圈里面 我们来勾一针的长长针 好这个长长针勾完之后呢 继续勾四个锁针 三二三四 好四个锁针勾完之后在同一个后半针这个线圈里面做引拔 好这样一个花瓣就勾好了我们再看一遍 先勾四个起立针也就是四个锁针 接着勾针 接着勾针造线两圈 穿过下一个后半针 穿过这个后半针带线出来 然后两个线圈 然后两个线圈两个线圈的回钩 一共勾三次就完成了一个长长针的勾支 接着勾四个锁针 好四个锁针勾完还是在同一个后半针这里 进行引拔 穿针过去 带线出来 同时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个花瓣的勾支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层的花瓣呢 要比第一层的花瓣要长一些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双层花瓣的效果 我们看已经勾支好的这个成品 这样一个双层花瓣的樱花就勾好了 是不是很好看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圆形花瓣的樱花勾支 同样也是环形起针的勾支方法 勾针穿过线圈带线出来 接着勾一个起立针 这一针不算针数 我们接着在线圈里来勾一个短针 这一针就是我们的第一针 如果新手可以在这一个针目内来做上记号扣 方便我们每一圈引拔的时候可以找到针目 接着继续 我们在线圈里接着继续勾四个短针 这样一共就是五个短针 好我们数一下针数 一二三四五 好五个短针勾完之后 拉紧这个线圈 接着我们来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把记号扣取下来这是第一针 取下记号扣 勾针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接着带线出来引拔 好完成第一圈 接着我们在开始勾第二圈的时候 先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第二圈 然后第二圈每个针目都勾短针加针 也就是一个针目内勾两个短针 在第一针的地方如果新手也可以继续来做记号扣 好 接着我们继续勾之第一针 还要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才算是一个短针加针 那接下来的针目 依次都勾短针加针 我们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这圈勾完之后一共是十个针目 接着来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拿出花瓣的线 勾针先穿过第一针的这个针目 接着拿出粉色的线 带线出来引拔 好把这个原先的这个线给它拉紧 剪断 好我们接着来勾花瓣的部分 先勾三个锁针 三个锁针勾完之后 勾针绕线两圈 我们要在第一针和第二针的地方 每个针目里勾两针长长针 每两个针目为一个花瓣 好 勾针先穿过第一针的这个针目 把线头放在勾针上隐藏 带线出来 两圈两圈的给它回勾 一共回勾三次就勾了一个长长针 继续在第一个针目里再勾一个长长针 好 这样第一个针目内的两个长长针就勾置好了 接着我们勾第二针的两个长长针 同样造线两圈 同样造线两圈穿过 穿过第二个针目 带线出来勾长长针 好 这样我们继续在第二个长长针 在第二个针目内 好 这样一共四个长长针就勾置好了 接着我们来勾三个锁针 然后 然后还是在第二针的这个地方来做引拔 勾针穿过第二针的针目 带线出来 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拉紧 这样就是一个圆形花瓣的勾置 好 我们继续再勾一个花瓣 先勾三个锁针 好 三个锁针勾完之后 勾针绕线 我们接下来在第三针 第四针的这两个针目内 分别每个针目勾两个长长针 好 第一个长长针继续 在第三个针目内 要再勾一个长长针 好 这样 第三个针目里的两个长长针勾完 我们 在第四个针目 继续再勾两个长长针 两个针目为一组花瓣 每个针目内勾两个长长针 一共 一个花瓣一共就是四个长长针 好 四个长长针勾完了 继续勾三个锁针 然后 在最后这一针的这个地方来进行引拔 好 这样 第二个圆形花瓣就勾好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一共勾五个花瓣 这样圆形花瓣的樱花就勾枝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下一集我们来讲爱心形状花瓣的樱花勾枝 记得关注哟 好 好